欢迎来到KK音乐 玄冰21岁出道 攒下135亿身家 而她的未婚妻孙艺珍18岁出道 攒下的资产是她的6倍 玄冰这下捡到宝了 孙艺珍不仅演技好 风品好 还是韩国单身贵族里 颜值最好 个性最好 令她忍不住要长长久久在一起的女人 今天曝光玄冰孙艺珍 要在3月举行婚礼了 2020年 玄冰身价高达135亿 韩币换算成人民币 也就是188比1 2020年 玄冰的身价还不到1亿人民币 如今2022年 玄冰身价暴涨到近3亿人民币 孙艺珍18亿人民币身价 两个人加起来21亿身价 已经超过之前的金泰西Rain 这对F7了 Rain和金泰西 在一起保值的方式 就是投资楼盘 18岁出道的孙艺珍 其资产保值方式 也离不开投资房地产 2020年 非常有眼光的孙艺珍 花了一个亿买了一栋商业大厦 每个月租金入账110万 名副其实的包租婆 还记得 绅士的品格 有位富婆姐姐 带着皮手套 两边一指 这条街全部都是我的物业 那才叫爽啊 孙艺珍是1982年1月生人 玄冰1982年9月生人 宋慧桥是1981年11月生人 真的人比人气死人 同样是一起拍戏音戏生情 宋慧桥放走了生情的玄冰 和宋仲基闪婚闪离 两个人分的也不是那么愉快 为何玄冰能和孙艺珍两年密恋 不如婚姻呢 还得说孙艺珍姐姐会来事 能谈两年绝对是真爱了 从因戏生情到走进现实 需要一个冷静气 你到底是因为戏中角色爱我 还是爱上原本的我 何况宋慧桥每部戏都会传绯闻 这一点上男生会十分介意的 你到底和我是真心的 还只是玩玩而已 相反孙艺珍绯闻很少 对待感情十分低调理智 玄冰能够遇到如此独立热情 又合拍的伴侣 是他们双方的福气 忠心祝福他们 白头到老 孙艺珍与玄冰 在2月10日晚上官宣了 即将结婚的喜讯 虽然不是中国人 但这二位在中国可算是小有名气 玄冰凭借秘密花园 在韩国走红 该剧又传入了中国 再次成为国内的收拾冠军 而孙艺珍早年多在电影大荧幕发展 后来的玄冰合作 出演电视剧爱的迫降 两人一度成为国民情侣 剧里的爱情延续到了剧外 这多少会让粉丝 有一种磕CP 磕到真的了的感觉 要说这段时间结婚的韩国男神 女神还真不少不久前 曾经在韩剧《继承者们》中走红的 女神普信惠也结婚了 还晒出了几组绝美婚纱照 如今孙艺珍也官宣结婚 不得不说韩国偶像剧里的 未婚女神是越来越少了 在玄冰孙艺珍官宣结婚的同时 他们还晒出了一座 小小的迷你婚纱照 看起来之后 孙艺珍即将穿的婚纱 是已经设计完成了 其实在以前的剧里 孙艺珍也有过多次穿婚纱的经历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这套碎钻婚纱 当年国内还一度出现了很多同款婚纱 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只是如今看起来 这碎钻的设计未免有些多余且繁琐 而且碎钻的分布也不是很均匀 显得有些廉价 如果不是孙艺珍的颜值和身材足够能打 这一套看起来就真是乡村爱情既是感了 要说婚纱的模板 那还得看朴信惠的婚纱 准确地说 朴信惠有好几套婚纱造型 其中大家最喜欢的 应该就是这套落空设计的衣领婚纱吧 这一款婚纱的设计非常独特 落空设计加上肉色薄纱 看起来高贵典雅而又性感不俗 配上女神朴信惠端庄温柔的气质 真是很有古希腊女神的既视感了 另外还有手持捧花和头戴薄纱的两套婚纱 看着秀丽优雅 应该是让朴信惠在给宾客敬酒的时候穿的 看起来要比第一套更简洁 朴信惠这几套才是婚纱的正确打开方式 女神孙艺珍要嫁给玄冰了 多年情侣突然成为夫妻 粉丝激动之余自然也会想到他们的婚礼 那么就希望多年前不满碎钻的那套土为婚纱不要重现 最好能向朴信惠的婚纱看齐 也寒往一贯的尿性 到时候必然会将孙艺珍和朴信惠的婚纱做比较 如果差得太大 那必然又要嘲讽不如朴信惠了